长寿花是一种寓意很好的植物,它花朵鲜艳,寓意长寿,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养上一盆,但是开春以后,长寿花逐步花泄,很多人就不会养了。 本篇文章,我将详细教会大家,春天如何正确养长寿花。 第一,一定要修剪,长寿花是一种变异分裂的植物,这种分裂指的就是修剪,如图修剪红色圈圈的位置。 它是可以通过修剪,让一根枝条分成两根枝条,两根枝条分成四根枝条,以此类推的。 所以很多人的长寿花,灌服才能养得那么大。 如果你不修剪长寿花,结果就是严重涂长,越长越高,花朵稀少不好看,大家记住,长寿花只有灌服大开花才漂亮,而这种灌服就是通过修剪得来的。 修剪长寿花的时候,我们可以再选择适当高度,在两个芽点的中间部位修剪即可,非常简单。 第二,施肥药勤快,修剪完成之后要立马给长寿花追施肥料。 很多花有常年养长寿花都是不施肥的,这是绝对错误的。 虽然长寿花也是属于多肉植物的一种,但却和其他多肉植物不一样,它经过长年驯化之后,已经成为了一种很洗肥的植物。 此外,由于前一年它开花的花量很大,消耗了大量的养分,如果我们不给它施肥,它何来的动力继续开花呢? 施肥的技巧很简单,我们可以每隔半个月给它施肥一次。 第三,肥料可以选择水溶肥或者颗粒复合肥,但鳞甲比较均衡即可,让长寿花全面发育。 第三,胶水必须跟上。 春天的长寿花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,在这个时期它需水量是巨大的,如果不小心忘记胶水,它原本发育的芽点可能会直接凋亡,那就得不偿失了。 在春季我们浇水可以采取见干见湿的浇水习惯,也就是说看见土壤有些干燥,就可以立马补水了。 但也要提醒各位花友,长寿花毕竟还是一种多浆类的植物,虽然我们要勤浇水,但是前提是花盆内的透水性一定要得到保证,否则浇水太多却不透水,引起积水的话,在气温比较高的春天,就会立马引发烂根了。 第四,光照一定要充足,长寿花是一种非常喜欢太阳的植物,它几乎一年四季都要晒太阳,尤其是春天的太阳,对于它的生长是至关重要的。 长寿花每天接收的光照,最好不要低于六个小时,并且我们还应该每隔半个月左右,给长寿花的花盆旋转180度,让它四周可以合理充分地接收到光照。 很多花友喜欢把长寿花养在室内,这是绝对错误的。 长期养在室内的长寿花会,引发严重的土长,结果就是枝条长得非常长,叶片与叶片之间的距离拉大,叶片变得稀疏,并且要么不开花,哪怕开花时花量也会大大减少。 第五,可以换盆,如果你的长寿花已经养了一年以上的时间,那么就可以给它换一个更大的花盆了,并且春天刚好就是给长寿花换盆最好的季节之一,一定不要错过了。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,换盆的时候选择花盆不要贪大,花盆并不是越大越好,比原来的花盆大一号就足够了。 换盆的土壤也有讲究,我们在选择新土的时候,一定要观察一下,原来的老土球是用的什么土,那么新土就要尽可能和老土一样,这样换盆的成功率才高。 此外,如果根系太茂密,盘根错结在一起,那么需要把根系稍微打散一点以后再换盆,这样更容易浮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